保理領土米利 先說你高級所在的費期分所長 日前台有200檔的分所殘留 因為你面向他 我們到官官報局 以及保理領康署 答應三個月的旗艦 請你到地會完成 不過最近你面向 殘留的分所水已經 殘留到有 怕你關乎官報局長 全王協調 儘管請你分所殘留 更不用無量的問題擴大 為了要盡量清理 殘留的分所台下末 在保理領康署三樓基盤協調會 南樓官政府 官報局長出面來協調 民眾很煩惱污染的問題 希望政府彈留他心中來清理 把一堆垃圾再清理 它的水你要去挖 應該你帶你做兩個水池 以前的污水處理 你應該把水抽出來以後 你再去挖 你應該去現場看清楚 你再去評估 再來下雨後你完全沒有辦法挖 我就是醫療 我們現在安心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緊張 它的水不是滿出來的 它是滲下去的 里面發現本屬台下末的污水 因為落後的關係 已經涉流至下油 政府擔任 帶應盡量來清理 漸空的本屬台下末 經委就多次的溝通協調 今天有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從下個禮拜一開始 就是天氣如果好 要來把這些塞車婦 來外運 其實在這裡 就這個機會 要讓我們所有的鄉親 就是說我們穿到 從現在斷的垃圾 差不多五千斷 我們垃圾的減量 垃圾分裂 拜託我們大家 多多來加強 要如何處理 大約200種的本屬台下末 南大管政府官報局表示 會暫時放在保理店的潛結堆 並且做好後續的處理 站制的這個塞車婦200噸 會在下禮拜一開始 會開始運出來 那會先放到新的 對部去做站制 那這個部分會涉及到 後續的工法 包括泥土的夾雜 怎麼樣去除 所以我們會先放上對部之後 再去研議怎麼樣的做法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事件 能夠這樣圓滿 處理先把塞下屋的部分 運離開城宮裡 讓居民能夠放心的 營用 營用它的營用水 然後我們後續再來處理 我們大埔裡的問題 怎麼做垃圾解決 南大管沒有去分化了 要處理每天三星的分數問題 讓政府彈位很最重要 保理政局所 給我們致命做好分裂 大家分數減量 並且能夠來尋求 外觀市的協助 既然有返往昆察方報道 我們在這裡 開始 trib下了 有沒有 有